冯小刚发家时,终于懂了为什么崔永怡称他为渣子。 最近崔永怡元首次娱乐圈阴阳合同一世闹得沸沸扬扬。 范冰冰和杨子黄胜一夫妇都被牵扯进来,可作为事情导火索之一的冯小刚却一直没有发生,实在不符合此前小刚炮的形式作风。 崔永怡元在提到冯小刚时,用的也都是渣子流氓这样的猛词,还说他道德素质太低了,懒得搭理,那么冯小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,他又是怎样混到现在这样的位置。 冯小刚家庭出身不好,父母在他很小时就离婚了,他和姐姐跟着妈妈过,小时候母亲告诉他说。 孩子,你会顺顺利利的,所有的苦难都让妈替你尝尽了,你有出息,我的罪就没有白受。 冯小刚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,有出息,成了冯小刚的人生目标,高中毕业后,冯小刚进了北京军区战友金剧团任美术组学员。 三年后被提成了23级小干部,任美术设计,混了7年,遇上部队精简,冯小刚被刷了下来,提前退役转业,被弄去看粮仓。 但冯小刚没有去,到处托人找关系,去了北京城建开发总公司工会当干事,在这里冯小刚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,郑小龙,甄嬛船的导演。 郑小龙是出身军队大院的大院子弟,在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主抓生产,当时谁想进中心,都要通过他。 冯小刚对他非常恭敬,整天跟在他后面跑,通过不懈的努力,冯小刚总算被调到了电视剧中心当美工。 在艺术中心,冯小刚表现得很上进,脏活累活之要需要他总是一步融此地接过来,也不管别人是不是嘲笑他。 在艺术中心冯小刚和郑小龙的关系也出得很好,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,冯小刚得知郑小龙和王硕是一个大院长大的发小,便要求着郑小龙命见他和王硕见面。 郑小龙命见他和王硕,王硕一开始对冯小刚不感冒,但冯小刚硬是用欠而不舍地吹捧,打消了王硕心理的防备,和他渐渐混到了一起。 王硕对冯小刚非常照顾,和他一起开了好梦公司,把冯小刚带进了自己的圈子,冯小刚也很会做人,见着谁都是老师长老师短的,因为他知道,这个圈里都是有点头脸的,跟这帮人套近户,总不会错。 冯小刚就这样认识了刘振云、叶金等人,其中刘振云和他保持了长期的合作,而叶金更牛逼,在冯小刚后来拍甲方一方,时无常调到了一个营的坦克帮忙。 后来策刘振部的故事,冯小刚靠着王硕进了编剧组,该剧一共25集,冯小刚大概写了7、8集,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王硕写的,其他人写的都被毙了,是王硕帮着该稿,数上哥几个的名字。 冬冯小刚编辑部的故事剧照 到了拍摄,北京人在纽约时,郑小龙本来看不上冯小刚,但王硕说冯小刚不参与,他也退出,最后郑小龙只好同意冯小刚参与导演,但干的是执行导演。 对于王硕的帮助,这段时间的冯小刚也是打心眼里干击,他不止一次说王硕是自己的精神导师,直露明灯,当然更重要的是,冯小刚在王硕这里得到了足够的好处,慢慢有了名气。 但是好景不长,好梦公司所拍的几部影视剧都被毙了,据说是因为王硕受到了全国性的打压,王硕迫于无奈出走美国币风头,临走时,他留给冯小刚一句话,咱们分开吧,他们是冲着我来的。 你有机会活,不要一起死。 冯小刚记住了这句话,为了让改编自王硕小说,你不是一个俗人的电影,甲方乙方能够上映,他果断把援助王硕的名字去掉了,后来电影顺利上映,票房相当爆炸。 冯小刚一激动,拖自己的制片主任,给王硕送去了五万块钱当版权费,王硕把钱扔出来,两人就辞闹掰,渐行渐远。 甲方乙方大热之后,冯小刚势头正猛,想把以前一部被广电总局叫停的电影捞起来,电影名叫做《男女关系》。 但是这个剧本是冯小刚跟王硕共同创作的,必须通过王硕的认可才能拍这个戏,可他一直不接冯小刚电话。 冯小刚脱遍了所有和王硕关系不错的人,都不管用,冯小刚急得没办法,最后哭诉着找到了王硕的铁哥们叶晶。 叶晶答应帮忙,去见了王硕,王硕的态度是要拍就拍,跟他没有关系,叶晶劝他不要和冯小刚计较,王硕没说什么。 电影终于能开拍了,冯小刚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,他给电影改了名字叫《一声叹息》。 对这部电影,冯小刚非常看重,因为这部电影不仅有他自己生活的缩影,也是他真正的转型之作,冯小刚想证明自己也能拍出有人伦关怀的剧情片。 事实上,电影上映后的票房口碑也确实不错,还获得埃及的一个电影节奖项,后来有人就此事问王硕的看法,王硕回答说,在我的印象中,埃及电影节就相当于中国一个乡镇企业奖。 这句话,让冯小刚如梗在喉,因为这时候的他心里开始特别想超越王硕,为此他还忍不住问叶晶,如果我和王硕出去,哪个更受老百姓欢迎。 但冯小刚和叶晶也很快就闹掰了,原因是叶晶在筹划自己第一个剧本《梦开始的地方》时,冯小刚做这部戏,以能给叶晶搞到拍摄《梦开始的地方》的资金未交换条件,拉叶晶陪他宣传,甲方一方,叶晶单赢了帮了很多忙。 但甲方一方宣传回来后,由于冯小刚跟投资人开黑架,把《梦》剧本投资谈登了,并且一声招呼也不打,叶晶对冯小刚的这种做法深恶痛绝。 后来叶晶拍了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,里面冯裤子长相丑陋,性格猥琐,欺软怕硬,又爱哭,爱占笑便宜,最后做了导演,被认为是影射冯小刚,叶晶也没遮掩,直接承认冯裤子就是冯小刚。 冯小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 王硕说冯小刚是有好事从来不落空,非常功利,魅上欺下。 叶晶说冯小刚为人形式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,冯小刚最大的聪明,就是善于借鉴和利用比他还要聪明的人,如果听到别人说了什么段子,他第二天就能用上。 在冯小刚的自传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中,有一次他们得到了两亿美元的投资,他们一批导演就聚在一起商量怎么花钱。 冯小刚的想法是首先的弄一个导演俱乐部,最豪华的装修,每个包房都以电影的名字命名。 凡是电影导演都可以免费用餐,免费蒸嗓拿一个导演配一个专制按摩师,澡盆药最贵的冲浪浴,水龙头全都是纯金的,大理石全是纯天然的。 冯小刚还在书中表示,对不说实话的人产生了由衷的好感,还列举了不说实话的好处。 一,粉饰太平,让大家有面子。二,报戏不保忧,让领导心力痛快。 三,回避矛盾冲突,让当事人意识不到危机四伏。 四,你好我好他也好,让全体人民都皆大欢喜。并表示,有这么多好处和乐而不畏呢? 在书中,冯小刚还浓墨重彩地写了他和学藩的故事,两人从1993年开始相恋,但冯小刚这时候是有妻子的,名叫张迪。 是冯小刚在公体干事的时候认识的,他对张迪一见钟情,之后展开疯狂的追求,在不久后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,两人还有一个女儿叫冯思宇。 冯小刚和张迪知道1999年才正式离婚,也就是说冯小刚大叔特殊与学藩的恋情,其实是婚外恋。 关于他和学藩的恋情,叶金曾说过一个有意思的事情,两人在车上,冯小刚看到一本杂志把学藩做了封面,于是打长途给他念,说,藩子,这里面说你青春亲历。 叶金就在旁边纠正,那是亮丽。 1999年,学藩和冯小刚结婚,但两人感情也不顺利,冯小刚和最美主持人,沈兴曾被爆出叶宿门事件。 沈兴为了冯小刚和前夫离婚,逼冯小刚娶她,学藩知道事情后,找人砸了沈兴在北京的家,对冯小刚采取怀柔政策,最终冯小刚还是选择了学藩。 最美女主播成了最惨小三,这事的处理结果让学藩很骄傲,后来在节目中被问到如何看待冯小刚身边女孩子往上扑时,学藩表示人是看不住的,所以选择不去看。 更夸张的是学藩还认为,就算冯小刚在外面有什么,那自家的是男人也不吃亏,能让他占便宜就占,谁愿意倒在自己男人枪下,有一个算一个。 难怪崔永元前阵子发微博说,一个会干,一个会算。这样一看,两个人倒真是绝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